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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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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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日本跟欧洲国家跟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 令到日本的军事工业可以说 在近十年来有了飞速的发展 所以这是跟英国 意大利联合开发一款新的战机 新一代战机 讲到这个新一代战机 大家一定会想日本跟美国这么好的关系 为什么没有购买美国的战机呢 因为美国之前对日本来说 它是一个把日本看成一个战败国 把日本看成一个没有正式国防力量这样一个国家 所以说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的战机大量是什么呢 还是美国的F-2 美国的F-2应该说是在60年代装备到军队的一款飞机 后来美国的军机不断发展 后来发展成F-4 在我们熟悉的F-15 F-16 现在是F-35战机 所以说日本在航空工业生产上 跟美国本来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 后来日本跟英国跟意大利开始研发新一代的战机 来取代现在美国装备日本航空自卫队的F-2战机 但是日本航空自卫队这几年 也在美国采购了很多先进战机 这里面包括有F-16也包括有F-35 所以说日本有一定在美国采购的先进战机 但是似乎日本更愿意跟英国和意大利这两国家 联合生产一种新的新一代的作战飞机 而这种新一代作战飞机 基本上已经研发成功 并且已经开始在量产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日本修改了自己国内的武器出口的原则 为什么会修改呢 因为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 它除了没有正常的军队 只有自卫队之外 日本的武器出口也有非常严格的限制 日本的内阁还在同一天批准了 对日本军事装备和技术转移的指南修订 允许日本将联合生产的致命武器 出售给合作伙伴以外的国家 这里面有个最具体的例子 就是日本生产了美国 把技术转移给日本的导弹 爱国者导弹 日本生产的爱国者导弹 现在可以卖给美国 这点是毫无问题的 但是日本可以允许美国卖给另外的国家 这个就跟过去的日本的武器出口的原则 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本来比如说日本跟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 日本可以把它卖给美国 美国不能转让 因为一转让的话 就变成了日本向第三国输出了致命性的武器 这是过去日本的一个规则 但是现在做了重大改变 二战以来 日本除了有这个和平宪法之外 还有奉行武器出口三原则 这个武器出口三原则 重点是所有出口的武器 这些武器或者是零件 必须只能用于防守 用于防卫 不能够用于进攻别人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首先日本就不能生产一些进攻性的武器 它基本上限制了军事装备和技术的转移 并且禁止所有致命武器的出口 到了2014年的时候 这项原则被改变了 它变成了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 应该说这个时候还没有突破防卫装备这条红线 但是近几年来日本又修改了武器转让的原则 日本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售或者转让一些致命性的武器 现在日本自卫队拥有80种 获得出口许可的致命性武器和零件 可以向拥有武器专利的国家出口 这使得日本出口的爱国者地对空导弹可以给美国 而美国也可以转移给其他的国家 这个其他的国家就非常重要了 这个话题我们之前讲过 比如说现在美国把从日本购买的爱国的导弹 转移给乌克兰 那么日本就没有违反它的武器主要原则 那接下来如果美国从日本购买武器转让给台湾呢 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局势 这会发生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 就是等于说台湾的军队使用了日本生产的武器 而日本训练台湾军队使用这些武器 那是不是也就是必然的事情呢 那这样日本在台海问题上 是不是更加深度的介入呢 所以说日本这个武器出口的原则改变 其实也是针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变化 也是针对中国军事力让的崛起 意大利、英国和日本正在汇集尖端的 空战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 来开发先进的战机以取代老化的F2战机 以及意大利和英国现在使用的 非常旧的欧洲军队通常使用的台风战机 那么预计新的战机会在2035年完成实战部署 我们说这个实战部署 就是这个战机量化生产之后装备到部队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训练 它已经投入了可以实战状态 那么2035年离现在大概还有11年的时间 日本希望新的战机能够提供给日本在这个地区 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 所需要的先进的能力 用来干什么呢? 使其对抗区域竞争对手 中国和俄罗斯拥有的技术优势 今天中国使用的战机 基本上是俄罗斯的战机 或者是中国仿造俄罗斯生产战机 当然中国的歼20 还有据说现在准备发展歼35 它当中的技术不完全是俄罗斯的 有些可能是中国自己研发的 也有些可能是从欧美国家学习 或者有些媒体把它描述为抄袭 无论怎么样 中国现在生产的先进战机 最起码我们目前没有看到实质的证据 它已经变成了量化生产 并且能够批量的装备到部队 变成制式武器 目前还没有 只是大家在中国的航母上 会看到它有受起降 它有没有形成战斗力呢 我想日本现在这个先进的战机 为什么 因为它的出现 而改变了日本武器转让的原则 这也是为了应对中国更先进战机的出现 日本要抢在中国的歼35、歼20 这种战机能够大规模装备部队 成为制式武器之前 日本要抢在中国的前面 拥有这个技术的优势 日本一方面改变了这个相关的武器出口的原则 让我们看到日本、美国以及欧美的盟国 在军事合作方面会更加紧密 这里面会带来一个未来给大家的一个推想 就是日本会在近两年来修改它的和平宪法 让日本拥有正规化的军队 那可能很多人说 日本现在为什么不修改和平宪法 拥有正规化的军队呢 其实日本修改和平宪法 拥有自己的国防军这个事情 在日本的政坛内部还是有反对的声音 那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将来发生一种情况 日本拥有了这些我们刚刚讲的 什么武器出口原则的修改 跟美国之间的军事同盟等等 那么如果将来发生一种情况 日本是不是可以顺理成章的 就能够拥有正常军队呢 那么未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让日本可以迅速的改变和平宪法呢 这种情况当然就是在东亚地区 在印太地区 如果一旦发生军事冲突 日本是不是可以以这个为理由 马上就修改和平宪法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我相信日本国内的反对声音 将会越来越小 支持修改宪法的民意基础 将会越来越扩大 那么这样日本就可以顺理成章 所以我个人觉得 日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它在等一个机会 如果东亚一旦发生军事冲突 无论是朝鲜半岛还是台海 甚至是南海 日本都可以借助这个局势的危机 让自己变成一个拥有 现代化军队的国家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日本现在的自卫队当中 最多的是什么样官阶的这些军人呢 士官 这些士官未来将会成为 在军队当中 建制当中 颁排的主要骨干 也就是说他们未来在带领 新兵训练的时候 他们可以迅速的 让这些新加入军队的人 变成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 一个完整的部队 所以说日本现在整个国防 在他的这个自卫队当中 他的士官这个阶层 是最雄厚的 岸田文雄准备在4月份来访问美国 这个新闻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了 跟岸田文雄一起来美国见拜登的 当然还有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 但是很明显 岸田文雄4月份访问美国 在这次访问当中 岸田文雄跟美国之间 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所以岸田文雄这次访问美国 是国事访问 小马克思是不是国事访问呢 不是 但是美日非三国 会在美国进行一个密会 这个密会 当然是要应对 接下来印太的局势 特别是南海的局势 最近中国的海警船 不是用水炮攻击菲律宾的船 就是补给船吗 那么在这个事情上 很多人都在讨论一个问题 中国的海警船 攻击菲律宾的渔船 或者攻击菲律宾的相关的补给船 这是不是会触发美非的防御条约呢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因为虽然说中国的海警 用水炮攻击菲律宾的船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军事冲突 这是一个执法过程当中的冲突 所以你说它要触碰到美非的安保条约 美非的联合防御条约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但是接下来 菲律宾如果再主动一点 会不会导致中国的海军会介入 或者说中国的海警船 本身配备有这个舰炮 那么这个舰炮会不会出现开火的现象呢 如果出现开火的话 那么南海的局势将会有进一步的恶化 所以这次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来 当然是要听听美国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以及菲律宾接下来 还要不要公开的主动的 或者积极的给一些岛礁进行补给 而这些补给过程当中 故意跟中国的海警船 要正面相遇不回避它 那么接下来菲律宾的所采取的 这种补给的策略 那我们就可以推测到 美国对菲律宾接下来 在对中国的海警的对抗上 菲律宾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势 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讲 岸田文雄这次访问美国 跟拜登的密会 会令到美日的军事同盟 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是美日安保条约 签署60周年 现在美国媒体的报道说 这个美日安保条约 即将进行重大的更新 近年来日本多次把中国 形容为最大的挑战 除了提高国防预算之外 也打算加强和美军的军事合作 这个加强军事合作 就是两个正常的国家 形成军事同盟的开始 日本还不是正常国家 因为它没有国防军 我们讲了 但是这一点都不影响 日本在这个时候 在没有正常国防军的情况下 就跟美国加强合作 岸田文雄4月份到美国国事访问 根据英国集中时报报道 两国领袖将会宣布 重组驻日美军司令部 重组驻日美军司令部 为什么是美日安保条约 升级的一个表现呢 按照现行的体制 美日之间的军事协调 因为时差存在障碍 为什么存在障碍 时差有什么问题 白天跟黑夜 白天打电话 那边处在黑夜的人 当然就可以接电话 但是这毕竟是有一个 信息传达的一个落差 美国在横须赫 部署了海军第七舰队 横须赫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母港 在冲绳 由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比如说美国的滨海作战团 就布置在冲绳一带 这些单位受谁指挥呢 受美国印太司令部指挥 美国印太司令部在哪里 在夏威夷 所以说这么远的距离 再加上有时差的关系 一旦东亚或者是印太 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 那么这个指挥系统 是不是还有效呢 所以这些相关的问题 都会是这次 岸田文雄跟拜登密会 要讨论的 因此根据金融事报的报道 今天是被考虑的 美国考虑加强 驻日美军司令部的权限 也就是说 印太司令部会将 相当一部分指挥作战 或者指挥日常联合演习 指挥美日联合 一些军事行动的指挥权 下放到驻日美军司令部 这样的话一旦台海、东海或者南海发生任何军事冲突 美日的军队都可以迅速介入 金融时报的消息说 拜登政府可能会成立一个新的美军联合任务部队 附属于印太司令部之下的美国太平洋舰队 新部队的指挥官将会在日本的时间比较多 逐步把新的部队转移到日本 除了要成立一个新的具有更大权力的指挥部之外 很明显这里面说的是美国将会对日本附近地区的驻军将会增加 我们知道美国在日本有很多军事基地 那么之前我们讲过了美国驻南韩的事情说 美国在南韩的部队必须要保持28,500人这个规模 驻日本的军队有多少呢 其实驻日本的军队陆军并不多 主要是海军和空军 那么接下来包括美国的滨海战斗团 会不会也陆续增加在日本的部署呢 这次岸田文雄来美国跟拜登的密会 决定的事项就包括了这些 日本的军外新闻引述执行者说 双方正在考虑在日本尝设一个美日联合小组 此外呢 美国也有意配合日本自卫队 今年底准备新设的统合作战司令部 所以你看美日双方都在成立新的机构 这个新的机构就是为了让美日在今后的军事行动上 有更加好的配合 在美日两国看来 中国的威胁日益加剧 这次当然是台海 因为日本现在最关注的是台海 其次的才是朝鲜半岛 美日两国希望两国能够更加畅顺的展开军事合作 特别是面对危机的时候 例如台湾海峡若爆发冲突的时候 这两国家应该如何配合呢 美国印太司令部前司令戴维森说 日本和美国的防卫战略已经越来越一致了 下一步顺理成章的就应该改善我们的日常指挥管制工作 所以你看这是在戴维森当印太司令部司令的时候 他就已经提出这个想法 那么看来这次岸田文雄来美国就是要落实这个想法 对于美国来说日本是面对中国朝鲜等国威胁的重要的印太盟友 这才是最关键的要点 美国如果要应对印太的局势 特别要应对中国的话 美国一向的策略就是不把自己摆在第一线 一向策略就是不会孤独的面对中国作战 美国在这点上本身是有优势的 比如说美国有北约的力量 其实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军事行动当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美国会动用北约的军事力量 但是在印太地区特别是在东亚 美国没有办法去动用北约的力量 因为北约国家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卷入台海冲突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 法国总统的马克龙表态非常积极 未来如果台海有战争 马克龙已经公开表态了 法国一定会介入 德国没有表达这么清晰 但是你相信如果北约有国家介入的话 特别是美国在这里的话 北约国家多少也会介入 但是这并不代表在台海南海或者东海一旦发生军事冲突 美国及其盟国能够迅速反应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迅速反应 并且有效的能够来阻止中国的军事行动呢 日本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恰恰日本这个国家 跟中国又有很多恩怨情仇 二战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到今天 还是中日关系当中一个迈不过去的心理门槛 今天在中国为什么这么多人痛恨日本 因为中国的官方的媒体 官方的教育一直提醒中国的民众 二战的时候日本对中国做了什么什么 这种仇恨教育令到中国和日本之间 没有办法像美国跟日本之间能够结束二战之后 两国家的关系就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美国跟日本当年也是一个交战国 日本袭击过美国的珍珠港 这是在美国本土发生的军事冲突当中 美方死亡人数最多的 而美国也向日本扔过两个原子弹 你光从这两个事情来说 这两个国家可以说是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文化 是世世代代世不良利的 但是恰恰二战结束之后 几十年的时间不到一百年的时间 美日今天就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同盟 那么如果美日这个同盟形成的话 日本未来会怎么看待中国 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 对中国产生了一种畏惧 或者一种比较敬畏的心理 这是我所接触到很多的日本年轻人 我所感受到他们的一些心理 但是当今天中日关系越来越冲突 当今天日本人对中日的友好 不再抱希望的时候 那么日本的民族情绪或者说按中国的描述 是军国主义思想会不会再次犯起 特别是如果未来发生一场军事冲突 日本又恰恰在这个冲突当中获胜的话 日本会用什么眼光看待中国呢 我们看看甲午战争我们就知道了 甲午战争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很多次 当时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英美国家 没有太多的人相信日本能够战胜中国 连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 所以为什么在甲午战争当中 日本的联合舰队要升起Z字旗呢 皇国命运在此一举 就是日本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但是恰恰就是甲午战争的胜利 令到日本觉得中国这片土地是值得他们去觊觎 可能会被他们占领更多的领土的 所以接下来的国际局势的变化 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 再加上有美国跟日本的军事同盟 再加上周边国家军事同盟 而恰恰这个时候 在印太地区有军事冲突的话 恐怕日本在军事力量上的崛起 会令到全世界感到惊讶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